北冥有声 特别是在网偶中找到了一张疑似父母留下的纸条 上面写着第三病毒 正是黑色手机里三星试炼任务的地点 然而这件事还没搞清楚 诚哥就再一次接到了特殊游客的任务 与此同时 诚哥发现高医生出现在了鬼屋门口 原来高医生遇到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他的情况和泛语相似 这成功勾起了诚哥的好奇心 和小男孩的病症网合 他也喜欢来鬼屋参观 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偶尔又会脾气暴躁 喜欢一个人待在黑暗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安全感 至于他喜不喜欢来鬼屋参观 我不是太清楚 说完 高医生向旁边走了一步 露出身后的一个年轻人 他叫门男 三个星期前换笔 是我的学生 高医生身后那人 只有二十岁出头 体型偏手绷着一张脸 颧骨高高凸起 眼眶下限 站在太阳底下 细密的汗珠从额头渗出 而他似乎时刻处于一种 很紧张的状态 微低着头 不敢和人对视 诚哥试着露出一个尽量和蔼的表情 和他打了个招呼 你好 不过这年轻人表现得十分古怪 他仍旧低着头 眼珠向上转动 飞快地看了诚哥一眼 小声回了一句 你好 说完这句话后 叫门男的年轻人 又恢复了刚才的样子 低着头也不说话 诚哥打量了他半天 最后把高医生拽到旁边 高医生 你把这人带到我鬼屋干什么 你准备让他进去参观啊 这要出事 我可担不起责任啊 门男是个开朗自信的孩子 也是我最欣赏的学生之一 他在人格心理学方面 有一种 让我都感到惊讶的天赋 人格心理学 心理学的分支之一 可以简单概括为 研究一个人特有行为模式的心理学 诚哥听得晕头转向的 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 只好点了点头 装出一副明白了的样子 可实际上还是没有听懂 他是在三个星期前突然发病的 没有任何症状 心理疾病发作 通常会有个诱因 大多是和家庭生活环境有关 但门男一直独居在外 生活环境 接触的人和事物从未发生变化 这就让我很疑惑了 在进行多次心理障碍收到治疗后 他的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还在飞速恶化 高一声声音不大 下面的话很显然 是不想让门男听到的 这孩子以前很少发火 可是最近一段时间 情绪非常不稳定 甚至会因为窗帘上 动物图案不对称 和室友大打出手 因为数不清楚 线边上的芝麻 掀翻食堂的桌椅 将饭堂泼洒在从不认识的路人身上 这发火的理由也太刁钻了吧 人在饱受折磨的时候 一丁点刺激 就会引爆所有的情绪 门男的这些举动 也让我意识到 他现在真的很痛苦 可是你找我干什么 王兴的病 已经好了很多 原本无法抑制的病情 从见到你那天开始 终于出现了好转 我不是个迂腐的人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只要能救治病人 挽救一条生命 那就是好的办法 我清楚他们现在 遭受的痛苦 所以想恳请你帮我一个忙 陈哥看着高一上和门男 黑色手机里提示的特殊客人 估计就在这两个人当中 也就没有拒绝 你说吧 想让我怎么做 能不能把你治疗 王兴的方法 在门男身上试一试 毕竟从现在的情况看来 门男王兴 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小男孩 表现出的病症都很相似 听完高医生的话 陈哥有些犹豫 他没想到高医生 是因为这个招上门来的 估计是昨天救治王兴 给这个资深心理医生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可是事情的真相 只是陈哥自己知道 他能打开王兴的心结 是因为通过笔仙 了解了王兴的过去 再加上笔仙主动出面 所以才一举奏效 这样的治疗方式 无法复制 是独一无二的 高医生看出陈哥在迟疑 有些困难吗 要是麻烦的话 就算了 我也只是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过来 这些可惜了 这孩子天赋极好 一来药物治疗的话 会对思维和身体 造成很大的副作用 我担心 会毁掉他的未来 是有点困难 但也不是完全不行 你想让我帮忙 至少 要让我问问 他的基本情况吧 陈哥没有直接拒绝 毕竟高医生和门南之中 有一个是特殊的游客 而每一个特殊游客 都是一笔隐藏的财富 必须要好好把握 听到陈哥这话 高医生脸上浮现出笑容 我先替这孩子 谢谢你了 最后 高医生又把门南叫了过来 让他把觉得痛苦的事情 都说出来了 不过这个叫门南的年轻人 实在是太爱低着头了 他不管和谁说话 都低着头 就好像头顶压着什么东西一样 见年轻人默不作声 高医生轻叹了一声 就代替门南说了起来 三个星期前 这孩子突然找到我 说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 由于我们自己就是专业人士 经过一个下午的诊断后发现 他的症状和普通的抑郁症 不太一样 仅仅只是过度疲倦和焦虑 当时我也并没有太在意 可后来门南的情况 越来越严重 他常常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稍有一点小事 就会歇斯底里般 和人争吵 打斗 好像是在宣泄什么一样 我分析了好久 才得出一个 他不肯承认的结论 他内心在害怕 而且是极度的害怕 说到这里 高医生看了一眼门南 眼神中全是心疼 他从三个星期前开始 每天晚上都会做同一个梦 提到梦境 门南打了个冷颤 这应该是他最不愿意 回忆起的东西 诚哥也已经设想好了 很多恐怖场景 但是高医生的答案 还是超出了他的预料 他梦见自己在洗头 什么 洗头 高医生无奈地点了点头 轻轻叹息一声 把手搭在了门南的肩膀上 轻轻揉动了一下 使他放松一些 等了好半天 门南才开口 每次都是同一个梦 越来越清楚了 我很快就能看到 那个人是谁了 看清楚谁 你梦境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的 他总是站在我旁边 看着我洗头 你样子很可怕 似乎只要我一闭上眼睛 他就会冲过来呛死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